車子裡面有不少是一損一耗件 開5-6年真的會有小毛病的 有些小毛病甚至是不太好解決的 那汽車是比較複雜的機械產品 汽車結構與維修它上面有講 一輛最普通的汽車 也有超過1萬個獨立的零部件 任何一個零件出問題都會產生故障的了 那有些零件壽命相當短 就會讓人感覺到小毛病了 江蘇大學有篇論文 電動門窗升降器 鋼絲神疲勞特性研究它講 這電動車窗的升降機壽命大怪是 1萬5千次 點燃器壽命7年 那這些零件都是小於整車設計壽命的 但又不會造成致密性的故障 懶得去修 就差不多吧 撤合撤合吧 這些東西就變成了我們口中的小毛病 那有些零件壽命到了 我們還不一定就能感覺得出來 你升降機的這個壽命到了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升降機一卡一卡的 點燃器的壽命到了 那抽煙的車主一定是知道的 那不抽煙的呢 那說不定一直都不知道 那不去維修店檢查很難感知到的 這就好比廚師做飯 這紅燒拉麵裡面 本來是要放點蔥花的 是吧 但是它忘了放了 你吃的時候沒特別注意 也就過去了 是吧 那前面提到的這裡故障呢 解決起來也比較簡單 換個零件不就好了嗎 但有些小毛病 它會成為顽疾 根本無從下手 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車子 自嘎自嘎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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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一響 它就很難從根源解決 合肥工業大學有解釋 汽車異響故障模糊診斷 它說 由磨損導致的配合間隙增加 讓車子產生了異響 聚合材料的老化也會產生異響 說人話 車裡的一切能動的零件 什麼齒輪 電機 因為能動所以會磨損 因為磨損所以會導致異響 這就好比年紀輕的時候 活蹦亂跳 上了年紀了就腰摔背痛 機體總是會老化的嘛 那另一方面 車裡的一切不能動的零件 你比如說 門板 儀表台之類的 它會因為材料的原因老化 老化也會導致異響的 這就好比我們頭髮這種東西 雖然你不會去天天去用它 對不對 那該老化還是要老化的 頭髮不是還是會白的嗎 這個不是條的 總結一下來說的話 就是車裡不管能動的 不能動的都有可能會導致異響 這就讓這個故障精準診斷 和排障成了難題 這就好比你去醫院看病 醫生肯定要先拿到化驗報告 才來給你確診的 精確診斷 對不對 但異響這裡小毛病 就好像去醫院 醫生說 什麼地方 我不舒服 哪裡不舒服 我不知道 好了 那醫生怎麼給你開藥 那檢查哪裡有可能都不知道 那除了異響 還有很多故障 基本上是沒辦法根治的 車子網有一個統計 變速箱頓挫 發動機油液滲漏這些故障 佔總投數量40% 而且解決的比例還不到20% 這些問題就成為了影響不算太大 天天會被噁心 但又沒法修好 這很難受的 對不對 這個就變成了所謂的小毛病了 也不說它不能開 對吧 那小毛病除了和車子質量有關係 駕駛員的駕駛習慣 車輛使用的存放情況 也會影響小毛病的產生機率的 舉個例子 你經常走爛路 會增加汽車懸掛的負擔 導致避震器容易漏油 那車子一直停在露天 紫外線罩著罩著罩著 這個內飾老花就會更會快 也容易產生意響 經常去這種海產市場 這個車底盤有可能就會秀 不按時保養的話 有可能還會導致什麼動搓 動力下降等等故障 你這個北方除血劑也會有影響 那總的來說 車子畢竟只是個工具 又不是把它抬出去 他當爺爺 你當孫子 沒必要過度保養 好好開車 按時保養 解決大部分的小毛病 在保養的時候順便帶掉 也就行了 買車的時候 選個口碑好一點的車型 從根本上也能解決不少問題